众生是有这种好像不正法的 或是恶法的 不善法的这些行为 他就也会让他们去做 应该也不会 他应该也会有这种智慧在那里观察的 这里就是在普贤菩萨告诉善才童子 他也是累劫 是求一切智 可是也跟众生结善缘 所以能够有大不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就是要让所求皆令满足 就是让众生都能够满足 另外又说到 就是他一一节中为求佛智固 就是要求到佛的智慧 一切智已经是在华文经里面 就是很高的这种佛的境界的智慧 那这里又称作佛智 那应该也就是属于佛 他具足一切智 然后他又能够圆满 就是在利益众生的这种过程 也都能够圆满 就是有绝他的这样的一个度化的这些的内容 也包括了 所以在这里就以 普贤菩萨他在过去累劫 也为了佛制的原因 他就以不可说不可说佛刹为成树的 成义聚落国土王位 妻子眷属眼耳鼻舌身肉 手足乃至生命而为布施 所以这里也强调布施 那在这个布施的内容 就是把他从外在的跟内在的都能够施 就是外在的有成义聚落国土王位 那这个是指 如果一位他是当国王的 那他能够把他所有的这一些财富 乃至他的国土 还有王位 就是外在的财产都能够施舍 那这边是以国王为例子 那就是表示说 如果有一个像国王一样 这样子有具足这种世间的钱财的 那他也都可以把他全部施舍 那用这种最高的方式来批育 那当然是包括说 那如果一个是没有钱的 那当然他也能够把他的钱能够施舍 那除了这一些外在的物质以外 那这边还有妻子 眷属 就是人的这种亲戚的这种关系 那最亲密的就是妻子 然后就是有眷属 就是他的儿子 或者是他的这一些的宫女 那这一些他也能够舍 然后乃至他自己个人的身体里面的器官 他也都能够舍 那就表示说他可以舍身 就是说他自己对他自己的生命 并没有那么执着 所以这边乃至生命而为不失 所以在禅宗的修行 他们非常的严厉 就会有这种 为了要开悟 所以他就会悟到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 其实一世一世的生命 如果没有觉悟的话 那么这样的生命 其实也不是很有意义 那如果说有一个机缘 那我们是需要来 就是捐献我们的生命 而能够得到一个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 证明的话 那这样子的情况 即使就是把自己的生命 舍去了 那能够挣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或者是说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突破 那这样子也值得 所以我们在世间 实际上有的人 他有这种就是义勇的行为 他看到人家掉到水里 那么有的人 他真的是很有这种义勇的人 他就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就不顾那个危险 就赶快掉到这个 跳到水里 就是去救人 那这个时候 他就成就了一个菩萨行 他就是菩萨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 他就是愿意舍他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这里的 这种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的 他应该不是说 没有意义的 随便残害自己 这种身体 或者说 那以为一般的人说 那这样子自杀了 不是自杀 他一定是在利益别人的时候 那来牺牲自己 而成就别人的这样的过程 他愿意做到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是能够把他的 外的财跟内财 乃至自己的身体 还有生命 他都能够布施 就是说 他愿意为别人牺牲 是这样 来利益别人此时 为别人牺牲 是这样 那下面呢 也说到说 普贤菩萨过去 累劫这样的修行 他的布施 这边都是在赞叹他的布施 过去的布施 乃至呢 他可以用他过去 不可数的这个头 来布施 那这个也就是 也是舍命了 也是舍命的方式 那下面呢 又讲到 普贤菩萨呢 他一一节中 为求一切自顾 于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为成树 诸如来所 恭敬供养 成事供养 衣服 卧具 饮食 汤药 一切所需 西街 奉施 于其法中 出家 学到 修行 佛法 护持正教 那这个呢 是在 普贤菩萨 过去世的时候呢 他如果 是遇到 有佛出世的时候 就是有佛 在世 那么 他也都是呢 能够就是 去到佛的地方 那就表示 普贤菩萨呢 他累积的善根 也是深厚的 所以他曾经遇过 有佛在世 然后呢 他也能够知道呢 去跟佛学习 然后呢 能够恭敬尊重 就是成事供养 也就是 保卧机会 就是佛呢 怎么教 他就怎么学 就怎么样的实践 乃至呢 他也把他自己 世间的这些的财啊 那就是衣服 卧具 卧具就是我们 睡觉的这个床啦 叫卧具啦 那还有饮食 所以有食 衣 那卧具呢 就是也可以 睡觉的 这些的器具 还有糖药 就是药品 这样子一切 所需 息皆奉尸 就是都能够布施 能够供养佛 然后呢 在佛的教化之中 他乃至可以出家 学到 修行佛法 还有护持正教 所以 这边呢 每一项都是 普贤菩萨在教导 善才童子 他在过去世啊 他是这样子 实际修行的 所以说 现在善才童子 看到的是 是普贤菩萨的 这样子大的 不可思议的 神通自在力 可是呢 他是这么一点一滴 长时间 不间断的 这样子修行来的 所以 我们要学佛呢 我们每一次每一次 这等于是说 可以说 在我们学佛的过程 都算是 一点一滴 去累积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 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蛮辛苦的 因为初初的时候 也还不知道 应该信啊 还是不信啊 那好不容易信了 然后又常常碰到困难 又会 好像 配道心 那又自己 又心里 又失去了 这样的一个 这种准则 那这些呢 实际上也都是我们自己要有一种 有一种 道心在那里 在那里 抵立自己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最理想的这种 这种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不是凭空而来的 这个境界呢 是我们要在这个世间各种的 这种的考验的境界 这个也是境界 这个也是境界 我们世间所遇到的种种的这一些 际遇啊 也是境界 只是这个境界是来磨炼我们的 当我们在这种磨炼的境界 能够突破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自在的境界 是这样子修来的 所以佛法实际上 真的是就是让我们 能够安定我们的身心 然后呢 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 所有的生活的这种环境空间里面 要怎么样子更落实 所以佛法没有离开我们的这个世间法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佛法 它是要在人间世间来修行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才会真正的落实 来面对这些的问题 来考验我们自己 然后来训练我们自己 那第一个我们要能够具足道心 我们要有信心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秉持 如法 也就是要能够符合这个善法 正法 那我们怎么样来评判 那这样子在这种过程里面 我们才能够坚持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信念 是这样 那这些的外在的这种考验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样的信心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在不安定中 然后训练自己 我们已经是努力了 然后我们自己是正确的方法了 那虽然环境的这一些的这种 没有那么理想 可是呢 我们自己心也都能够过得去 那也觉得是 那我们就是老实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 是这样 那我们走得对 那就比说 我们都是顺利的这样子顺境 而有时候迷失方向 那这样还来得更确实 那我们在看到经文里面 这普贤菩萨呢 他又告诉善才同志 就是一一的告诉善才同志 他过去是怎么修的 这个也是普贤菩萨的因形 他的这个在他的因地所修行的内容 所以他又告诉善才同志 说善男子 我于儿所截海中 自义未成于一念间不顺佛教 这个让我们很感动 就是普贤菩萨呢 他呢 就是在过去一一节中 他就说耳所 就是在过去的这些 他的每一个的这种长的时间 节海这么长的时间 像海一样的这个节 那我们说一个节呢 是一个世间的沉跟住坏空 这样叫做一节 这个世间我们怎么形成 像我们说 我们以地球来说 这个时间都很长了 那何况这是一节 那在这样的这种 长的这种时间里面 他自己回忆起来 他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 只要他能够回忆的这个时间 他都不成于一念间不顺佛教 就是说没有一个念头 是没有依照佛法的教导的 是这样 那这表示普贤菩萨 他每一念都是清清楚楚的 而且是过去累劫 他都是清清楚楚的 都是依照佛的教化的 至少他没事的时候 心情是保持安定的 是保持正念的 自己知道自己 都是能够观察自己 那如果有事情的时候 他也依照佛的教化 来做的 都没有做违背的事情 所以他是能够自己 于一念间都没有说不顺佛教 还有他于一念间生称恨心 所以他在过去累劫 从来没有起过一念的称恨心 那这个是真的他的心 都是慈悲的柔软的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要很大的学习 所以我们也听 有的法师 有的上师 他们是发愿说 我都不要生气 不要生称恨心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发这样的愿 所以我们都不生称恨心 那这个不生称恨心 我们就要实时观察 不管人家怎么样子忤逆我们 我的心呢 第一个就是先不动 然后也不起这样子的 这种 这种生气 称恨的心 那如果是禅师 他就教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生气的时候 就深呼吸 吸气 呼气 就把我们的那个 称面 就把它化掉 是这样 所以也是要有方法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 然后我们平常也要培养自己安定的心 自己培养这种慈悲的心 说我们真的是有关怀众生 这样 那这样的话呢 众生不好的时候 至少我们就不要起这样子称恨心 那再来呢 就是说如果起称恨心呢 其实受害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有听过说 有一个母亲 她在喂奶的时候 她就生很大的这种气 结果呢 她就把那个婴儿就毒死了 那个连奶都变成有毒的 这表示说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内心 就是毒气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伤害 还有呢 普贤菩萨说 她在过去这样子的 长远的时间呢 她对于我 我所的心 自她差别的心 远离菩提心 与生死中起疲厌心 那这个呢 这些呢 都是普贤菩萨呢 主要是告诉善才同志 她在过去世呢 她都没有起这些的心 那我们先介绍到 这个称恨心 还有我 我所的心 这个呢 我们就下一个单元再介绍 这个部分呢 就比较属于是我们的心法 怎么样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心 它很微妙的 它就生起来了 然后呢 它就起种种的这样子的一种 这种连结作用 那我们不观察的话呢 我们就没办法掌握我们自己的心 那这个部分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谈 那我们就来回向 把我们的听经文法功德来回向第一一切众生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敬徒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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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举办 秋季孝清暴恒法会 日期9月23日星期六 上午9点 礼拜金刚宝灿暨小萌山 宫请广护法师组法 9月24日星期日下午1点半 设放余谐宴口 平等甘露法师 宫请慧态法师组法 恰许电话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三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零七二八二零二七八 零七二八二零二七八 敬邀菩萨参与熏悉 同瞻法意共同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佛教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忏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8点半 传授八观哉戒 13点半 礼拜大悲忏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悉 同瞻法意共同福恩 在下一个世界中 既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听闻的人们啊 把信心寄托于佛法之上 当我们被一个小刺刺伤的时候 我们哭喊疼痛 当我们碰触到冰寒之水的时候 我们冷得发展 然而 我们如此真爱的身体 很快就会变成一具 没有任何感觉的死尸 被笨化 被埋葬 被犬肢吞噬 或被秃鹰撕裂 是他唯一的命运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父母 子女 朋友 仆从 房屋 和财富 都无法随心 业力之风 把我们带走 如同吹动一根羽毛 我们将前往何处 我们将停留何处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选择 谁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充满信心的 仰赖上师 三宝 以及终身修持的佛法 向他们寻求协助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力量 能够把我们 能从介于死亡 和偷生之间的 中阴阶段的痛苦 和恐怖中 救度出来 引导我们前往净土 修持佛法之初 困难重重 但最后 却能够获得至极大乐 这和从事俗物 有天壤之别 从事俗物 皆以喜乐为始 以痛苦繁忧和理想破灭为终 米勒日巴尊者 曾经忍受什么样的磨练和严苛考验 然而 正是透过这些磨练和严苛考验 米勒日巴 赠得了金刚池的不变果位 无别的清净大乐 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 但他的光耀 却遍及世界 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 但是此刻 他端坐在敬喜净土的坛城中央 这和焦慢的世人 有多么的不同啊 当一个国家领袖 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 人们会说 某某人死了 如此而已 不比一根蜡烛烧尽 一潭水蒸发重要 佛法这个字 也意味着去修补 或去矫正 去纠正所有的缺点 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 除此之外 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 从修持佛法中 所获得的功德 将留存下来 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磨合萨 我喝菩萨磨的风格 我喝菩萨磨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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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对糕氏 二樵底 prince 金ina 谷 成 чтобы 梦岐磨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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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